竹北市光明商圈美食街每到饭点时 总是聚集了许多人潮停车不易 为了解决周边交通问题 将车辆分流到县制区停车场 竹北市公所在日前举行文田桥新建 即周边道路改向工程通车典礼 车向工程也获得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 第21届公共工程金子奖家做的肯定 温天桥在我们经过内政部营建署的补助 我们来设计规划 从温天街跨过我们多数普西 我们县政府的行政区域 这座桥我们经过一年多的施工 然后现在也已经完成 也通车了 那么也感谢我们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 评定为公共工程金子奖 那么也感谢我们公所的整个团队 以及营造厂跟时空单位的用心跟认真 让这座的品质获得到中央的肯定 新建的文田桥设计上采区桥形式跨西 13米宽双车道通行桥梁跨近42.5公尺 一旁也规划人行道及绿带 让行人通行更安全 文田桥它本身因为我们多数普西 就是它把整个竹北市切成南北两个方向 那么文田桥它本身的特色就是说 当初我们为了要让方便 让我们美食街光明一路张圈的这个部分 车辆可以在假日或晚上能够停到县政府来 来停放解决停车的问题 那么它的特色就是说 这条是一个刚过的桥 那么我们没有任何天际线 也就是说没有所谓的这个幅度什么样的一个造型 就是完全依照这个地形来构造这座桥 就是依照尽量不破坏这一个生态的违原者 来建构这座桥 那么也应该是多数普西上面 刚过的桥应该它的整个结构都做得非常完美 而且也非常漂亮 文田桥新建启用后民众的使用率非常高 成功打通了光明商圈县镇区周边道路 交通的任督二脉 让民众用餐恰工更方便 凯博新竹简书期采访报导